把它放大放大之後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將來寫程式寫一寫 有沒有你會發現旁邊會遮到 那如果會遮到的話 這個這個設計的技巧還有一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記得是這個 在這個編曲區的右上角會有一個 放大縮小的一個這個按鈕 這個這個一個小小的按鈕 這個按鈕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設計的時候 為了要怎麼樣讓他整個展開來 讓他編輯比較好編輯的話 會用這一個按鈕按下去 他就怎麼樣呢 整個展開 那把旁邊的那個套件瀏覽器 跟蓋藥 還有底下那個主控台 縮到底底下去 那等到你將來需要去看到旁邊的話 你要把它就是把它 再縮放回來的話 一樣在他的右上角有個還原 按下去就還原了 有沒有放開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有個最大化的一個狀態 這個我想非常的重要 放大縮小 這個是一個技巧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接下來在我們書裡面有提到 在那個 二支二十五頁的下方 有一個顯示行號 一般在這在賺寫程式的時候呢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有的人那個畫面上都會有行號 第幾行 第幾行 那以前寫程式都會希望顯示行號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顯示行號的話 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那個灰色的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裡面按右鍵 這邊就有個所謂的什麼 顯示行號 點下去之後 這個行號就出來了 那這個行號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要 告訴人家說第幾行有問題 或者是哪個地 你要去表表示你不可能說你 哪個城市怎麼樣 你就第幾行跟他講就可以了 第幾行到第幾行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以打開也可以關閉 這個我想是第二個技巧 剛剛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是說 將來有關於那個註解部分 特別注意 註解的話原則上一律都是什麼 雙這個有沒有 如果說像這一行你要把它註解 那你就在前面加上兩個斜線就可以了 兩個斜線 那另外呢 多行的註解 比如說我想要這個全部 這個區塊全部註解掉 註解的意思是說不要被執行 也就在程式裡面 他只是一個說明而已 那一般當然在 我的習慣這樣 其實用雙引號就是一行 可是如果多行 像這個範圍 所有的城市我都不要執行 我都要把它註解掉 不要執行 當成參考 有的時候 有些城市 你要刪 可是刪掉 你又覺得說現在是會用不到 那不刪呢 感覺放在那裡又怪怪 通常會把它註解起來 可是大量範圍註解 教過一個方法 在書上裡面沒講到的 按Ctrl鍵 Ctrl加一個斜線 Ctrl加斜線 你先選舉範圍再Ctrl加斜線 你會發現呢 他就怎麼樣 全部 整個範圍全部都註解掉 這一招非常管用 為什麼 因為大量範圍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大量範圍的 註解再取消 要怎麼做呢 Ctrl再加斜線 我印象中好像是 就取消 所以Ctrl加斜線 選舉 Ctrl加整個就範圍 就全部都註解掉 那這一招其實非常的好用 寫程式的時候 我想這個部分呢 很重要 那綠色的字呢 就表示說 他這個地方不會 程式不會被執行 是你自己看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所以盡量你在寫程式 要把註解寫清楚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是第一個 有關那個環境商相關的設置方法 再來的話 其他相關的設置方法 可能會用到 但是有有可能 就是比較少用 我想這個將來也會用到 我再來講好了 OK 那這部分呢 請各位再試試看